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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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出發去 林林小鎮 去吊橋逛逛 早上走吊橋 希望再轉腳 我們要多一點呼吸 現在的空氣了 你可以看到那邊嗎 都是一片霧 如果你真的住在林林的話 有活在先進的感覺 真的很適合修養修行 不要只是講老人家過來 年輕人都常過來 來這邊休息一下 呼吸一下清清空氣 走完吊橋之後 肚子也餓了 找到我們的林林念了 先吃早餐 好 好吃 它的咬勁有QQ的感覺 可能是先做 然後直接先煮給我們吧 我們看一下這個豬肉丸 手工豬肉丸 味道它肉是結實結實的 好咧 我們吃吃看豆腐花 哇 豆漿的香味很重 而且真的很滑 好像喝豆漿的感覺 原來麵場是長這個樣子的 那個廠還有多久時間 已經第三代了 從公公到爸爸爸爸到我 到你 我們是用古早味 擀麵 12點40分 就要起身了 不是下午12點 不是 剛才12點多 哇 又不是起身那個是 沒有睡覺喔 有啦 有睡覺啦 晚上8點多 就開始睡覺咯 攪了這個麵糰之後 把它放在桌上去 用那個木棍來壓 所以這個棍是特製做的 這個棍真的是很久了的 我公公到現在的好棍 木棍那不是普通的 而且很重耶 如果你用普通的木 完全早就給我鑽斷了 好幾十條了 不是說 我們坐上去 就隨便這樣子的 其實啊 有我們的功夫的 哇 我可以感覺到那個辛苦 倒你也來試一下 好 我來試一下 每壓一次你要踢進去 不然它會跑出來 哇 這邊很痛耶 這個男生很恐怖耶 是不是對嗎 對對對 壓過去又要壓過來 哇 我知道你為什麼喘了 很好玩咯 好玩 你們來試試看 所以講這個步驟是最重要 哦 如果你這個沒有壓到它 你吃的麵 沒有那個感覺 沒有那個口感 然後我們就等那個水煮沸 那個水是山水啊 在林明這裡 很少許的人是用自來水 因為我們各個人都有山水的 真的是從山裡面那邊 拿出來 一加人就一條 哦 難怪你們皮膚都很好啦 這邊 山水真的是不一樣的 真的是不一樣耶 剛才有吃那個山水豆 哦 哦哦 真的是Doying Doying的感覺 這樣之後你也會交給孩子做那些 啊 希望啦 希望繼承下去了哦 真的我覺得這樣的手工不要給它斷 這個味道呢 我覺得是吃到一種回味啦 嗯 這個真的是古早味啦 我一直在想 什麼事情讓他們那麼的努力做下去 不辛苦嗎 你看我做 我才壓那幾下吧 我就覺得說好像 跑了十分鐘的馬拉松 對於年輕人講的話啦 可能在Kel生活的 有去念過書 那個business那些的話 他們一定把它變成企業化的 我很擔心30年後 這個東西不再了 因為隨著科技的進步 很多很美的文化跟習俗 慢慢的消失掉 我們是不知道的 所以不容易 可是他們繼續保持著 所以多多珍惜吧 這些老店 昨天來到靈明之後呢 就下起情魂大雨嘛 所以沒辦法跟那兒百年老鼠拍照 來到靈明這邊呢 你們一定一定會看得到這棵大樹 在這邊棄立不倒 我們出發去下個地點之前呢 趕快來這邊打個卡 拍個照 第一個 有什麼 對於是 人家的 公仔的 老大 來自曼 老大 都懷疑 很美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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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每一件事都讓我 想想想有快樂 尤其是我們早上 comes 禮岳的時候 我們一起face待會 那時候 这个地方一千块就可以生存了 然后他就给我们解释了 你看我大巴士 四块钱来回 然后我们吃一餐才多少钱 偶尔我们几班人在这边 就好就过时间 这就是开心 有种感觉 不像你们的城市 你们这样忙来做什么 这样忙来供屋子 这样忙来供车子 所以我觉得有历练的人 就是有故事的人 他才可以讲出一种 有智慧的一番话 离开零零三 我们要去饶屋 我们要不要买一点东西了 我们可以用客家话 点出现在两句的常用的普通茶 你要猜猜这些是什么 用客家话 一笔 切切子 哈哈哈哈 可爱 我觉得可爱了 刚刚好 OK 叠叠子 啊 答案是绝绝子 什么意思哦 太绝了 太绝了哦 笔尖都笔 哈哈 什么的都笔 什么的都笔 一的都笔 哈哈哈哈 懂得都懂 对 小秋 坚强爱情啊 我是自家的话 但是中文就是 自己 对 啊哈 小秋竟是我自己 哈哈哈哈 杂是渣 对 心是心 对 开是了吗 对对对 我们Logic R 我渣心啦 我老 Ted 我渣心了 我放下所有的心头的铁的意思 是 哈哈哈 老铁 哦 就跟我朋友讲 我很hurt的意思啊 啊 我很期待在客家村那边 有人用这种铃铃和用语哦 上去乎了老铁 你相信嘛 有没有高兆哦 我不懂我进去之后又被沉重了 在很早年前的时候啊 那个时候 一个时期 公司是很活跃的 然后他们这班公司 就躲进这个洞里面 英国殖民地的兵们呢 就把全部给 灭到完 所以我们去看看 他们的历史了 好像 有个人的铁啊 四个十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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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路来的 十路来的 我也是带我到这边了耶 十路来的问题 十路来的问题 稍微有腿的 左转耶 本来像左边 比较像驱动的地方 大自然的美 看到吗 考古学家已经研究过 它里面发现一些 就是新时代的石器 所以也算是 很多年了这个洞里面 我们去看看 嗨 阿姨 Yousef 嗨 嗨 你来到这里了 我来到你了 好 来吧 我们继续你了 我们开始这里 好 来 你看看 她的日子有多少 1956 这就是年代前年 这些都是名称 阿姨和阿姨 对于是 你发现了 为什么还有 文章 为什么有 文章 为什么有 文章 有本事 但是,我们在这边有一个故事 这里,他们有很多关于共产党 所以,他们有很多关于共产党 这里,有一个关于共产党 最小的关于共产党 但是,很多关于共产党都必须在这里 哇 战争时期的美意味都不简单 你想想,一批人躲进洞里面 当下的心情也是很难去形容 所以,你会感到一种无助感 那个恐惧感 是不简单的 整个气息当然是不舒服的 但是当Toyogai跟我说 除了这个之外 其实,我们可以看下 Crystal 尤其是大象的形状 我觉得,把注意力放到那边的时候 心情好很多 一尺,一百岁 你猜猜,你猜猜,这已经有多少千年了? 你猜猜,你猜猜 这边的位置在背面 但是,你能控制屋里面 你猜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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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猜猜,为什么我寻找到这边的地方 我的朋友有在这里 你猜 但是,要遇见很难 因为,他会在那边 你猜猜猜 他在这里 你猜猜 是因为 你犯覆了 你猜猜 有很多人现在说 不过不过 不过不过 但感受了 对 你已经继续工作了 你继续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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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我们的精神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 应该就是 Gua Kejil 可能外面的人会觉得说 这个人怪怪的 为什么 你想一下 他在那边待了二十几年 结束的人都是 来自行 然后有些人 又会不尊重那个地方 他的心情 没有人懂 我一直觉得 他可以拍成 一部电影 他的人生 怎么保护 这个地方的一个故事 不多人会保护大自然的 现在 大家都在破坏大自然 甚至我们 可是他是在那边 继续待着 他是一个 Guardian of this cave 所以 那个人物 是让我最最最 感受到 很不可思议的感觉 这也挺像 这种饶物是这样的 一个地方 他们讲之前 是产金矿的一个地方 它是一个禁毒 我觉得还蛮酷的 饶物的话 就是榴莲咯 来大家 我不吃榴莲 吃什么 OK Rush到这边来之后呢 我们会做这个 Four Wheel Drive 去他们的榴莲吧 哦 刺激啊 小心头 停 下坡了 你看那个路怎么样走哦 那根本就不是车走的路啊 真的没有想到啊 来的榴莲吧要经过 这么曲折 凹凸不平的路 难道要吃好吃的 也是要经过 第一班的路程吗 耶 我们到了 真的 这边的榴莲 这边的路会比较难走一点啊 这边的路会比较难走一点啊 这边高山的背景 哦 为什么要在高山中呢 高山对榴莲来讲是比较有利咯 你看它的排水也快啊 就不会那么多 那汽水在地面啊 然后为什么你们会绑着那些绳子啊 榴莲啊 在它没有收入的时候很重的 它有很多水分 所以我们绑着绳子 不然风一吹就断了 好像这些嘛 我们就放网咯 你掉下来 它就不会漏下去 省很多工 因为太高了 大概的挑战是什么呢 种榴莲的挑战 通常都是冰咯 天气影响 就好像你看一直下雨就会种冰 嗯 如果天气太热的话就会种虫害 所以我们就要每天去检查咯 因落叶我们就要注意咯 一个榴莲的好坏要怎么去看啊 怎么去粉哈 咬它的感觉可能会不一样的 如果是肉很多的话 咬的话就没有什么意思嘛 比较软啊 不会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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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现在要学开榴莲 OK 如果你开得到榴莲 你就可以享用这个榴莲 就是如果你开不到 等一下 简单的是 两刀就可以开了 我的 你也三刀 三刀 你先跟着那个线砍 先跟着线砍 然后再一丢 两刀啊 三刀啊 跟着那个线砍也可以 好 OK 一 可以这样子吗 OK 一二 go 你不用吃榴莲了 好 一定可以了 你砍到一刀就没 你砍到一刀就没 你保折折他们一下 谢谢 ud that 试试 那个那个 給他吃啊 看那我们不得吃了 我要吃了 你们是好人 好人一生平安 第八天小小的Revote给自己 暴山王 就是Creamy 我觉得进榴莲园就好像去天堂岛的感觉一样 但是这个坎坷很恐怖是因为有高度 那个马路好像是Fory Drive这边而已 但是手是握着篮杆是很紧很紧的 所以那时候我有一个想法就是 为了吃榴莲需要那么辛苦 上去之后我记得我有去比较旁边的一块石头 俯瞰整个罗路的景色 蛮感叹人生的 我们从下面上到来 再看下去之后 你会忘掉刚刚的路程 你只有想到这个景色而已 这个就是满足感 某个方面你会觉得说 活在当下是多么美好的事情 有时候很多人会说 很难坚持的 坚持不到的 你再坚持一下 再坚持一下 再继续坚持一下 可以的 跟自己这样讲 有一天你会看到你的希望 这没关好快 我来到第九天了 走那个湾区的路的时候 一条Lane变成越来越小 哇 让我帮我了 特别来见你的 哎呀 有心啊 这是什么 外秀吗 大概知道是在哪里吗 我感觉是刚刚 你应该是这里不近吗 兄弟嘛 通往天堂的彩虹梯 哎呦 哇 很漂亮很漂亮 这些还有一点太难这个 这样灯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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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派得出来吗 嗯 应该就是了 那我自己在哪里 耶